到了嗎 不少人有感真的變貴了 不過想要省電 可要注意一些陷阱 有省電專家就揭露 其實省電燈泡並不省電 用LED燈反而會省電的效率 是高了六成 而光開廚師機用電 也沒有比較省 但是如果可以定期的 清潔濾網的話 這一年就能省下8%的電 電費帳單打開 不少人會發覺 4月份電價真的貴了 實際比較去年 同期帳單354度630 平均一度電1.78元 113年4月用電438度 電費估算779元 實際數字813元貴了34元 而接下來梅雨季 下季接著來恐怕用電更兇 梅雨季全台各地不斷下雨 民眾狂開除濕機 總認為比開冷氣省電多了 但達人坦言除濕機效率 恐怕輸給冷氣除濕模式 裡面都會有一顆壓縮機 那如果有壓縮機 有啟停的情況下 然後其實大量都是一樣的東西 冷氣除濕功率高 耗電雖然較凶 不過所花的時間 卻比除濕機少三倍 但有一種狀況反而更耗電 就是開啟冷氣的恆溫恆濕模式 一旦開啟會比一般模式 多耗電兩成以上 那我的溫度設在20度 當冰水主機達到20度的時候 它會停機 那可能停機之後 再啟動的時候 那它就會有所謂的 瞬間啟動電能流水量 另外你有拆開過除濕機嗎 如果濕網沒定期清洗 恐怕讓你花更多電費 台地建議最好兩到三週 定期清過濕網 開除濕時更要把門窗關緊 那一年可省下8%用電 還有一個陷阱就是省電燈泡 其實不省電 平均是落在27W左右 那LED燈泡的話來講的話 它會比省電的話來得更省電 它平均是落在15W 省電燈泡又照安定期內藏式螢光燈泡 說省電是跟傳統烏絲燈泡相比 但跟LED燈泡卻差了一大截 LED燈泡發展快速 能源效率比省電燈泡高6成以上 下回想省電也得注意別買錯了 就往中晚聽 特別報導